雖然盧碧颱風都已經走了 但是屏東還在淹水當中 小流球是大風大浪 停航了107個小時 是終於復航了 那麼屏東各地就包含了 霧台大五部落道路中斷 另一邊東港沿海路有30幾乎的人家 已經在大水當中泡了兩天 相當無奈 溫州海浪直接拍打上船 往返東港跟小流球 連續幾天大風浪 停航107個小時 連小流球島上也很不平靜 大雨狂炸民宅外景點瀑布 另一邊更狂還出現樓梯瀑布 冰沫水奔流狂衝而下 平凍霧台吐聲淋流淹沒 通往大五部落的霧大二號橋 怪手開挖即搶通 好幾百人還困在山裡頭 路不通啊 店昨天有搶通啊 今天水大家在用來 風大雨再不輸給那個爸爸風災 真的 停電的話大概是停了 兩天左右 進度轉到東港沿海路變成小河流 泡水泡兩天了 二三十戶人家 夾舉通通泡湯 一邊住家緊急盯上隔半 防止大水再淹進來 我們這裡住了三十幾年 每一次落後每一次喝水 苦不堪言 三十年了 都不該死 我家族 還沒拔一塊大孫 家族先拔一塊 你拔一暗就喝水了 台湊跟人家 我家族死了 落在大雨都不敢睡了 我們政府花了錢 是怎樣花了錢 有沒有效果 居民留起庫館 教室經過漸起大片水花 蘿皮颱風走了 淋邊還在煙 交流道持續封閉 眼看大雨還是下個不停 居民好擔心 大水到底何時才能退去 指章中華碼 家喻評論報導 中原普渡必備的水果龍眼 現在也是因為87豪雨 台南高雄都是傳出了災情 其中台南受損的面積 是達到了485.5公頃 而高雄的被害面積 也有273公頃 那就看著地上這樣 一顆顆泡水的龍眼 那這些亡性農民 他就哽咽的說 一整年付出的欣喜 沒有想到一場大雨 就全部都沒了 那麼其實這場豪雨 也重創了彰化縣以南 七個縣市的農產品 造成了全台農損 現在是超過了3億3千多萬元 菜價更是漲翻天的一個情況 雲林西螺果菜市場 最近葉菜類每公斤的批發 平均價格已經飆破了60元 9號傳統零售市場的菜價 也是水漲船高 清算拿蘆筍 每台金達到了200元 香菜每公斤也漲到了400元 那比較便宜的豆芽菜 每台金20元 反而大受歡迎 銷售量是原來的三倍 好 再持續來關注到 上個週末呢 就是因為中南部地區 都是這樣子下大雨 好雨成災 那縣市長他們當然也是 忙著要勘災嘛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時候 行政院長蘇貞昌 卻是要求要和這些縣市長 來視訊連線 而且還一一點名 那有的縣市長當然非常的忙碌 也沒有辦法來視訊 有的還要趕快來道歉 那麼在野黨就痛批蘇貞昌 就是在作秀耍官威 中南部豪雨成災 縣市長前線拼勘災 急忙要開視訊會議的蘇貞昌 臉綠了起來 不但忙抱怨 還忙著把縣市首長找出來 縣市長們在前線救災 手忙攪亂 雨林縣忙到 只有一半的頭露出來 綠色執政的嘉義 還生怕隔魁升起氣來 知道院長要開這個會議 但是時間上搭配不來 在這邊跟院長致歉 非常不好意思 在黨偷罵人家勘災 你點名這是耍官威 還是在刷存在感 所有的地方首長 都已經忙到人養麻煩 那蘇貞昌你是來作秀的嗎 不要那種好像有一點 君寧天下的那個味道 那些縣市長都是民選的 他們當然往災區跑啊 怎麼會有空在這邊給你磨牙呢 尤其剛剛講廉漿線 你在叫我靠高興的嗎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嘉義勘在一個沒站穩 慘疊泥泥泥裡爬不起來 身陷軟泥中 陳吉仲的腿差點拔不出來 農委會說要儘速 補助瓜農和果農 看到陳吉仲摔得這麼慘 在一擋諷刺 蘇貞昌還不如陳吉仲 豪宇找縣市長玩點名秀 票房恐怕不會好看 記者綜合報導